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妙法莲花经》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72面 我们看《奎二的诵进游》 那么这一段是说到三周说法当中的阴言说 阴言说它的内涵主要是佛陀 他亲自提起一段过去的往事 那么这段往事的特点 就是时间非常非常的久远 已经经历了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阿真集结的时间 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佛陀为什么要再一次提起这段阴言呢 因为生文弟子就在这段阴言当中 成就一种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谓的成就一种成佛的初心 那么这个是很难成就的 以我们今生来说 每一个人的学佛各有各的初心 比方说有些人是练众生苦而发菩提心 有些人是不忍圣教帅而发菩提心 有些人是看到诸佛菩萨的功德而发菩提心 那么这样的发心呢 只能说是一种菩萨的初心 因为你今天的发心 是沿一种单一的事项 单一的事项对成佛来说 它只是一个助言 它不能是一个成佛的正因 成佛的正因 从凡夫的角度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学习法华经产生圣洁 从圣洁产生关照 那么透过内观的智慧 而安住庆幸心发起菩提愿 那么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 启动你的成佛的初心 那么这种初心启动以后 它有两种殊胜的功德 第一个从你自身的善根来说 你正式启动你的内在的真如的力量 叫做真如内心 我们一般真如是一种睡眠状态 心所谓旺壮 所以忘失本心 那么你开始透过内观以后 真如被你唤醒了 唤醒以后它就开始真如 开始欣喜你内心的妄想 那么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很自然的厌恶生死 清求涅槃 这种初世的道心 在你的内心生起 当然你会说 那我去读诵大正经典 我也会生起初世的道心 不一样 你去读诵 某一部经典产生的道心 那是外来的 那是假借文字向带动的 我们今天谈的真如内心 是你内心从内而发出来的 这个是不可破坏的 讲金刚剥裂 就是说它不会一切法所坏 而能坏一切法 这个是第一个 你内善根产生的初世的道心 第二个 从外战因缘来说 我们写了好花经营以后 我们跟佛陀正式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叫做父子的关系 虽然一切众生从佛的角度 都是佛陀的儿子 但是这当中有亲疏眼镜的差别 凡夫顶多叫外子 二者人叫素子 我们写了好花经营以后 安住亲亲心发起菩提愿 才有资格称为佛陀的长子 从慈悲关怀的角度 佛陀对每一个儿子是平等的 但是长者的特点在哪里呢 他能够继承家业 其他的儿子是不能继承家业的 所以从写好花经营以后 你的因缘会得到十方诸佛一种特别的护念 因为你可不是一般的儿子 叫做长子 那么从内善根跟外原力建立以后 那么你就是正式的启动你的成佛之道 就是这个点叫做成佛的初心 当然这个初心会变化 因为既然讲阴眼 就谈到生命的经历 那么在这一波听花花经成就成佛初心的时候 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差别的变化 有一种人是透过清净力而不断地增上 乃至于成就法身菩萨 这是一种成就初心以后的结果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的当机众生文弟子 他听完谎话经营以后 世教利息发了菩提心 但是呢 他后来就懈怠了 甚至于放育了 虽然跟佛陀建立了父子关系 但是呢 结果呢 父子相思 从此以后呢 失去了联络 失去联络以后流转生死 这种善根的功能基本上会退转 但是 它的本质毕竟是成佛的初心 成佛的因地啊 它的退转它有一个底线 跟你一般的 你今天去修五戒十善 仁天的善根 二称的善根 跟全教的菩萨的善根不同 这种三称的善根都是因言所建立起来的 它的退转是没有底线的 那么这个成佛的初心是来自于真主的内心 它的底线就是初始的道心 这个不会退 就是你在流转当中 你在放育当中 你内心当中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会引导你 厌恶生死 心求涅槃 所以等到你再一次跟佛陀跟佛法接触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这样你会先成就三称的道果 这三称的道果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今天遇到的三称法 所以我发了出离心 即使你归根究底 你最初的根源来自于你过去生的 学过法华经的那一念的成佛初心退转变成了三称的道心 所以我会大师讲一句话说 三称初心不遗义法 就是说三称的道果其实很多是来自于当初一念的 学法华经 产生的中道实相 所退展下来的 社会的例子就是这样子 所以佛陀讲这段公案就是说 弟子们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今生是因为修我的四弟十二印而证的阿罗汉国 如果今天咱们旧事论事 这个一定的因言是在你过去大通知圣佛听华华经的时候 你就已经成就了成佛的处心 然后你的出离心到今生才成熟 那么这地方到底是说什么事呢 就是说阿罗汉们 他们要从进入偏空涅槃 而要回光到尊如本性 他们自己觉得有困难 佛陀说 你根本没有困难 你刚开始就是从一念心退转成 二秤的善根 你现在从二秤善根回到你最初的发心 那只是恢复你原来的本位而已 这有什么困难呢 就是说 你现在是从这个成佛初心退下来 我再一次跟你讲华华经 只是恢复你的本位而已 所以这整段的因言说呢 就是在建立三文地址的信息 说你做得到 因为你原来就是从那个地方退下来的 就讲这么一段的公案 讲这么一段的因言 那么三文地址当然听了 以后就有信心了 就开始 慈下承担了 好 我们看经文 那么这一段呢 是一个从诵 从诵当中呢 前面讲到眼游 讲到大通自圣佛的成佛 这以下说明禁游 就是大通自圣佛的说法 那么说法当中有两段 先看第一段的上转半自教 看经文 无量会是尊 受比众人情 维宣种种法 四地十二元 无名至老死 皆从生缘有 如是众过患 如等应当之 宣唱是法时 六百万亿该 得尽诸苦记 皆成阿罗汉 第二说法时 千万横杀众 余诸法不受 亦得阿罗汉 从事后得到 其数无由量 万亿结算术 不能得其边 那么前面是 秦转法轮 这以下呢 大通自圣佛正式说法 说是既足无量自费的四尊 那么在默然接受 大众的提醒以后啊 就正是为大众先说种种的法门 当然是先讲华文经 先讲顿教法 那么华文经讲完以后呢 就讲到建教法 讲到这个凡夫的解脱道 佛陀说的四弟舌音言 这其中呢 舌音言讲到 无名治老死 皆从生言有 那么舌音言的流转门 第一个就是 你为什么会有生死呢 因为你有派言心嘛 就是你每一次在三界当中 想要追求某一个东西 那么有所得的潘元心 推动了业力而召感了一曲的果报 那么这种流转门啊 它的相互关系啊 皆从生言有 这句话就是说呢 这个舌音言是前前隐身后后 所以前前是后后的生言 比方说无名言行 所以无名是行的生言 因为你无名才产生行嘛 所以无名是行的生言 那么行言是 所以行这个业力呢 是我们投胎的生言 就是如是辗转 那么这个舌音言呢 这种辗转升级的情况啊 这个是整个轮回的相貌啊 如等应当之 你要了生死啊 你第一件事情 请你知道 你是怎么落入生死的 你怎么流入生死 你都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从何了起了 就是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才变成有生死的 所以如死众过患 如等应当之 那么佛陀讲 舌利舌音言的时候 有多少人得度呢 六百万亿该 这个该就赖由他了 都能够穷尽了痛苦的根源 所有的痛苦都跟轮回有关系 都是生死轮回 所以你了了生死 就了了一切痛苦 而成就阿罗汉 那么第二说法时 他后面有四会说法 在第二会说法的时候 有千万横杀众生啊 也能够从四弟舌音言的 我空智慧当中呢 成就诸法不受 不受后勇 也成就阿罗汉 乃至于后面的三会说法 四会说法 成道者都无有量 那么万亿结算术 不能得几边 这个数量太多了 没办法去算术 这个佛陀说法 他是这样子安排的 佛陀出生以后 他成道以后 他先讲顿教法 先把大乘根手菩萨给度化 然后呢 然后就讲见教法 就讲四弟舌音言 就解决凡夫的生死问题 这个四弟舌音言 他们目标一样 方法不同 他们的共同目标 就是修我空智慧 但是呢 方法是不一样的 四弟他是修无常观 他的重点在知苦 成就出离心 十二音言的重点 在修无声观 他在断止 断那个生死的相续 断爱取 这个十二音言 他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流转的生死 他不是单一的音言 他是由十二个音言构成 而这个十二音言 他是环环相扣的 此生故彼生 此有故彼有 我们举一个例子 说在山中修行 有一个喇嘛师父在山中进修 后来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袈裟破了几个小洞 那小洞 昨天晚上有老鼠 去把我的袈裟咬破了 怎么办呢 他为了避免这个事情再发生 他就养一只猫 去把那老鼠赶走 那么养这只猫的时候 他要给它饮食 所以他只好怎么样 就跟村人又牧了一只牛 希望那个牛奶能够喂这只猫 那这只牛又有人照顾 要请一个女孩来照顾这只牛 后来因为长时间的相处 跟这个女孩日久生情 后来就反属 那么这段阴言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 喇嘛尊子 喇嘛法师 这是一个出家修行人 他是怎么还属的呢 这是很多阴言构成的 就是说 诸位 他养猫的时候 他会知道他还属吗 他不知道 他养猫的时候 很单纯就是要抓老鼠 但是因为养猫 到最后怎么样 变成要养一头牛 那么养牛的时候 他会知道还属吗 他也不知道 他养牛的目的是要养这只猫 所以阴言的可怕就是说 你不是一次就陷入生死 你是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不知不觉就陷入生死轮回当中 轮回就是这样子 我看阴光大师 他讲一句话很重要 他说 净土中的人到晚年 要万元放下 这四个是很妙 他这句话是怎么来 是从十二言体悟出来的 我们一般人总是觉得说 我到晚年的时候 我得规划一下 我把儿子给照顾好了 我看我的儿子生活很困难 我趁我身体还好的时候 我努力一下 我为儿子买一套房子 我从今以后就怎么样 好好练佛了 你刚开始的发心是为儿子买一套房子 但是你这个阴言一陷进去以后 这事情就要别完美了 因为你要买房子 你就得努力地工作 你工作的时候 你以后又启动另外一个阴言 就是 无名字脑子皆从身也有 就是说 你本来是想买一套房子给你儿子 结果呢 结果事情越变化越复杂 越变化越复杂 你因为要买房子 你努力工作或者努力地投资 然后这个事情 这个阴言的特点就是不可掌控 你没办法掌控的 此生故彼生 此友故彼友 所以结论呢 印光大师的结论就是说 阴言不能处理 没法处理 阴言只有一种情况叫做放下 这两个字 你把十二阴言读通了以后 你会知道印光大师高明 就是说 大凡你到晚年的时候 你想去处理阴言 你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就没有回来了 就诶 我只是简单地做一件事 问题是 事情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 因为这个背后 有错综复杂的妄想跟业力 此生故彼生 此友故彼友 所以 印光大师的结论就是说 阴言要能够大悦往生 只有一种情况叫做放下 没有说去处理阴言这件事情 这阴言一处理下去 那就像自知网一样 那就没完没了了 那么这个地方是佛陀大智慧 所以说明这个四帝十二印言 跟解决的方法 好 我们看子二的送转满字教 这个讲大乘的法门 看经文 使十六王子出家坐沙咪 皆供请彼佛演说大乘法 我等集英从皆当成佛道 愿得如是尊 慧言第一敬 佛知童子心素世之所行 以无量姻缘 种种诸辟语 说六波罗蜜 集诸神通事 好 那么这段是大乘里面的全法 就方等波类 那么这个十六王子 在听完四帝十二印言以后 就发现出家了 就处理新生级 就发现出家坐沙咪 那么发现以后呢 就开始请佛都转大乘法门 我们不是希望能够 只是能够自身解脱 希望能够发菩提心 修六度 使命我等跟迎从 就是诸位的大臣跟眷属们 皆当成佛道 所以呢 希望世尊为我等 那么希望我等将来 如同世尊一样 成就第一圆满智慧的 这个中道的智慧眼 佛至同子心 佛夺之道啊 这十六王子内心的善根 他们是大乘善根 即以术士之所行 跟过去生所修的六度的福德 所以呢 以无量的差别音言啊 种种的辟喻 来演说六波罗蜜 及诸神通史 我为大师说啊 这个神通啊 指的是大乘的功德 那是方等史 佛多在方等会上啊 展现大乘的功德啊 来对比小乘的不严满 谈偏刺小 叹大包严 那么六波罗蜜呢 指的是波雷史 佛多在波雷史 广泛地说明 发菩提心 修六波罗蜜 那么不管方等跟波雷也好啊 都是世修 都是属于因言所生法 因言所生法 他要么讲空 要么讲有 讲有 当然讲功德 讲空就讲 一切法必定空 所以这个世修 都没有回归到一念心性的 所以看最后 佛多讲华华经 看经文 分别真实法 菩萨所行道 说是法华经 如横河沙迹 彼佛说经矣 净是入禅定 一心一处做 八万四千节 那么大洞自圣佛讲完方等波呢 以后呢 就正式的讲生死法 佛多说法 他刚开始啊 他不是讲他自己的知见 他是横顺众生 施设各式各样的法门 等到法华会上呢 佛多把他自己内心的知见 讲出来了 说 其实一切法 不但是 诸法因言生 后面还加一句话 还加一个 唯心所现 就是 虽然是诸法 是因言所生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是唯心所现 必须把根本的信性讲出来 这是真实法 那么 依止真实法 才能够去趁性起修 去修六波罗蜜 这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 这是讲华华经 那么 讲了多久呢 讲了八千节的时间 就是 讲得比较广说啦 讲得和和沙迹 那么大洞至圣佛说完佛 法华经理以后呢 就入了高生的真如三昧的禅定 那么在禅定当中呢 共经过了八万四千节 等于是 大洞至圣佛认为自己说法的一言结束了 这个地方我们把大小乘的拳法做一个说明 所以说你今天啊 你写了法华经理以后啊 你起码你要知道怎么判教 太维系的藏东别人 这个我们就不说 你要起码你要会小圣法 大圣法 你要怎么判 你没有写法华经啊 你的判教啊 可能会从阴言上判 从阴言判上就错了 就是你看他的行为 这个人他一天到晚在自修 所以你是小圣法 这个人一天到晚在外面活动 就是大圣法 这个是你没有学法华经的时候 从阴言上的判教 法华经的判教啊 是约内心安利的 就是他 法华经他什么事情都是从内心 以念信心来看 这一切的阴言法 法华经的判教是这样 小圣大圣的差别啊 第一个看你的发行 你发的是出力心还是菩提心 因为大圣菩萨在初学阶段 你要是防卫了菩萨 你也是要了生死吧 所以菩萨界里面说啊 菩萨在初学的时候啊 要共生文学 你没有共生文学 放菩萨界 就说我是菩萨 我不要世为苦地 我也不要断烦恼 我生生世世 投度轮回当中 度化众生 患菩萨界 这句话不是你该说的 那是圣位菩萨说的 防卫菩萨 你要先解脱 才有不上菩提 所以 从一个初心菩萨来说啊 你看不出他跟生文人有什么差别 因为他也修识念处 生文人也修识念处 他在山中修行 生文人在山中修行 像有些人批评进途中 所以你们进途中 治了汉 远离的 三界 抛弃的苦恼众生 到极乐世界受用义正庄严 这个四象 烈是生文人 但是他的往生是为了菩提道求生俊途 所以这个叫自身上菩萨 他不能叛奏小圣法 所以 大小圣第一个看发行 第二个看智慧 大圣佛佛刚开始出行的时候 他也是 一心三观必以空观为出门 所以 虽然 一心三观有极空极脚极忠 但是我们刚开始要把重点放在极空 所以 当空性跟心性结合的时候叫做清静性 初心菩萨 我们不建议大家修假观 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象状 你马上可以判断这个人过去的因缘果报 现在的因缘果报 未来的因缘果报 当然这个可以学啦 但是不建议 我们不建议马上修始法界始祖始 因为你从断后的角度 先清静心跟菩提愿 所以 大圣佛法的空观叫做清静心 小镇的空观叫做毕竟空 或者无常空 这两个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 在学习叛教的时候 从滑滑的思想 从发心 从智慧 而不从行为 那当然 这两种叛教的结果 都要回归到一念心性 那就是始法 这两个都是全法 这个地方就是说明前法而入始法 就是说 当你在观察事情的时候 从因缘所生 而把它拉到维心所现 万好维心所现 那就是始法 插在这里 好 我们看忍恶的宋结言之识 宋结言之识里面有两颗 一 宋法说 那么法说当中分三段 先看第一段 宋习日共结法院 看经文 是诸沙弥等 知佛禅未出 为无量益众 说佛无上慧 各个做法作 说是大乘经 以佛宴祭后 宣扬著法化 以沙弥等 所度诸众生 有六百万亿 横河沙等众 那么 大洞自圣佛 讲完法化经理以后 他就入了真如三昧当中 所以 这十六三密 就怎么样 为无量益众生 说佛无上慧 这是这样子 就是说大洞自圣佛 讲完法化经理以后 有些人开悟了 开悟以后 就离开了 有些人没有听懂 或者听懂了以后 还是疑惑不解 所以就留下来 留下来以后 这个十六三密 就各个生法作 就是先说大乘的 妙法莲华经 那么讲了多久 就是大洞自圣佛 入定的八万四千节的时间当中 讲法化经 那么 那么 所以一一三密 各有各的度化众生 度了多少 度了六百万亿的 恒河沙等众生 这个地方的法言 所以你这个人 跟法化经解法言 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说听过法化经 你要听懂法化经 而且产生信心 就是解跟信 所以我整天在读诵法化经 是不是跟法化经解法言 解法言也对 但是你要能够成就成佛的初心 只有读诵是不够的 关键在你要了解道理 产生内观的智慧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法言 那么这个法言 当然就启动了内在的自信功德力 这是一个关键点 那么当时的这个生文地址呢 就是在释迦摩尼佛的法座式下 听懂了法化经 也结下了法化经的阴眼 这个是佛读 特别要值得提出来这一段 好 我们看十二的 宋中间更相识 彼佛灭度后 世诸文法者 再在诸佛徒 常于诗句声 彼佛灭度后 就大动自身文灭度以后啊 那么这些当时在十六沙咪座下 听法的大众啊 每一个法的大众 都有六百万亿众生 那么其中有一类众生呢 特别精进的 有一个好处啊 再在诸佛徒 常以诗句声 这种人是精进啊 他一旦成就了成佛初心以后啊 他就努力的不断的去读诵 解说 书写等等 所以他的善根叫怎么样 辗转真上 经常跟他的本师 比方说声文地史 他的本事就是当时的释迦摩利佛的 他的本事啊 就经常在生命当中啊 就更相执欲 共同受身 共同修学 这个地方啊 偶尔大师他提出一个问答 他说啊 大家都在法华会上 听懂的法华经 截下的法华经的法言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别呢 有些人就直接上去 直通法身菩萨 有些人 堕入生死凡夫 融会至今 你看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阿真集结 到释迦摩利佛在的时候 还是生死凡夫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别呢 我一大师回答 他说啊 他说 禮无长短 长短在机 所以这个真如理啊 他本身没有自信的 他本身没有长短 就是说 重点你是什么样的根基的 你去读他 去学他 就产生的不同的长短的时间 那怎么办呢 我一大师接着说 但是以不睹自情 何惜以论他时长时短 你自己要不睹自情 你不要觉得自己自我满足 我听到《谎话经》 我从现在开始 我已经身在佛家了 佛陀不会放弃我了 我跟佛陀结下父子关系了 我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 结果呢 结果就是经历的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阿真直截的生死轮回 到了释迦摩尼佛才得度 就是你自己不用功啊 诸位 父子关系有两种啊 一种叫做父子经常相见 一种是父子没有联络 你懂吗 所以父子关系建立了以后 你要跟父亲保持关系 你要努力的 你不是学完谎话经就把它放着 那结果呢 结果就失去联络了 就父子相识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了 有些人 比方说在后面的 从地涌出品 你看 这些都是生文弟子的同学 同梯同学 他们是法身菩萨 从地涌出 向佛所保证 我在末世的时候 弘扬法华经 那么生文弟子 有些人就是因为 懈怠了 就父子相识 那么这一戳脱呢 就多久了 就经过了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阿正集结的事件 所以这个真如本性 本身没有长短 就是你自己怎么去操作的关系 好我们看十三的 《宋今日环说华华》 看经文 是十六沙咪 具足行佛道 今现在十方 各得成正觉 而是文法者 各在诸佛所 其由著生文 建教以佛道 我在十六术 曾亦为辱说 事故已方便 淫如去佛会 已是本因缘 经说法华经 令如入佛道 甚无怀经句 那么这段等于是 结会古经的 说是以过去经法华经 产生了成佛的初心 而退转了 那么现在我再重新讲法华经 让你恢复本位 那么结会古经 先看法师的古经 那么当时的十六沙咪 因为说法华经的关系 具足行佛道 慢慢的具足六度的功德 那么现在在十方诸佛 各得成正觉 十六沙咪当初在听法华经 说法华经的时候 他是法身佛 那么法身佛要成到正等正觉 那就是成应神佛 那就是要很多很多的愿望 很多很多的实践 才能够献出三十二向八十中好的应神佛 所以他们从法身佛已经提升到应神佛 这个是讲过去的法师 而变成现在的诸佛 那么弟子们是怎么回事呢 而是文法者 各在诸佛所都散布在各个地方 有些已经成就出地菩萨 二地菩萨乃至于十地菩萨 但是其中有一部分 住在僧文地 就是那些当初 懈怠的而退大其小 墮入到僧文的功德 那么佛多呢 建以建教以佛道 那么佛多先用小证法去射受它 然后再慢慢地把它导入到佛道当中 我在十六处 释迦摩尼佛当初就是十六沙米的最后一个沙米 我曾经也为你们说过一佛证的法华经 所以呢 我现在呢 也是以儒式的方便 先射受你们 然后再把你们引导到佛多的智慧 这以上就是我说这一段 因言说的根本因言 那么 如今再说一次法华经 使令你们能够找到你们的初心 来消除你们心中的精部跟恐惧 神文忍啊 其实你看神文忍啊 这是个大判 神文忍也有利根也有顿根 你看射利伯尊者 射利伯尊者 他听完法说以后 你跟我不要讲说我过去 你都不要跟我讲说我过去 有没有听过华华经 只要你这个道理我会接受 我去放弃了涅槃 我回归星星 既然涅槃是唯心所见的假象 我就接受了 但东根仁讲道理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明明白白告诉他说 你是因为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所以结果怎么样 要把过去他所发生的事情 讲给他听 他才会心甘情厌的放进涅槃 而进入到保守去 因为他心中有这个经济 他有进步跟疑惑 一 说实在了 因为 一个人要进入涅槃 跟回归星星 这个落差是蛮大的 因为二侧人他辛苦了一辈子 他每一天所想的就是 赶快把生命结束 要进入休息了 你突然间跟我讲说 这个休息战是假的 当然他内心当中的冲击很大 所以佛陀必须要告诉他 这整个佛陀的布局 刚开始是怎么带他的 中间因为你懈怠放逸 你堕落了 所以佛陀暂时用生文法把你补救起来 最后就要倒归到花花境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这一下我们看奎二的宋玉说 前面是法说 法说音言 这一下用P的角度来说明音言 那么这个义说有两段 先看利遇 利遇当中的分两段 宋导师遇看经文 譬如险恶道 窘觉多毒兽 又赴吾水草 人所不畏处 无数千万众 遇过此险道 其路甚旷源 经五百游巡 时由易导师 强制有智慧 明了新决定 再嫌既重难 好我们看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讲出一个 譬如说啊 有一个五百游巡 这么长眼的险恶之道 这个险恶之道呢 有两个重大的过失 第一个 窘觉多毒兽 这个窘觉指的是生死业力 就是说你今天在轮回当中啊 你怎么 ooh 你怎么好好好 这儿 还是回归到轮回当中 就是说 你本来不失生天了 生天以后就参静到至残静到至空定 但是呢这个窘觉就是 它不断的变化 你从残静当中 又掉落到善恶道 要回到人間 就這個生死輪迴 它沒有固定的位置 來來去去 叫做窘結 那麼不但是道路 很多的回轉 窘結 更重要是充滿了毒獸 充滿了毒蛇 老陰 這種煩惱 這指的是煩惱 那麼它不但是內有煩惱 外有業力 更重要是怎麼樣呢 在整個當中是一片沙漠 既沒有水又沒有草 這個水指的是禪定 草指的是智慧 因為佛陀沒有出世 所以大家也就沒有一種 修行的方法成就禪定智慧 所以這個是眾人所恐怖畏懼的處所 人所不畏處 這句話是說 成佛之道最困難最兇險的就是你前半段 就是這個三百遊行這一段 就是生死輪迴 因為你只要一生沒有處理好一生 一生沒有處理好 你到三二道去 你的善根基本上除了真如三昧以外 其他的人天善根二稱的善根基本上從三二道出來 叫做面目前非 這個善根道的可怕就是說 因為他長時間在疑慈當中 就是說你這個人的佛法的心事 就是完全當機了 這個機器不轉 而這個善根不相去以後 你從善二道出來 受盡了痛苦就算了 你這個人看來就是疑慈下 你要發很多很多的時間才能夠恢復 跟你當初同梯修學佛法 同梯學法華經的人 他沒多善二道的 你要花好幾千節的時間才能夠恢復你的功夫 所以這個地方叫做什麼 人所不畏處 這個三件生死 你稍不注意那就不得了 所以無數千萬眾異過止限道 那麼這條路是既遙遠又危險 要五百優行 就成佛之道 那麼現在唯一的希望是什麼呢 有一個導師 這是我們整個面對成佛之道唯一的希望 這個導師呢 強勢有智慧 這個地方講的是佛陀的十字 佛陀的一行三觀 佛陀的直見 另一方面明了心決定 這是佛陀的全法 他能夠善治眾生的根基 所以呢 他要在此成佛之道當中呢 來救拔引導我們 這段經文講到兩件事 第一個 成佛之道 特別是前半段 道路險惡 第二個呢 講到呢 唯一的希望就是導師的智慧 當然這個地方智慧 佛陀是要有十字跟全字 佛陀能夠善治通曬 知道什麼時候 該用方法 方便法門 來暫時的安頓你 什麼時候能夠鼓勵你 往前衝 你可以繼續往前走 什麼時候該休息 什麼時候往前走 這個都是 完全在佛陀的判斷 判斷當中 好 我們先講到這兒 休息十分鐘